中国空军出导链云海训练有媒体披露称,近期出导链进行云海训练的一架苏35,在训练途中突然掉头,飞往俄罗斯。 但是,根据俄罗斯网游披露的消息,在编号为61272,61273的苏道35为轰溜6K护航进行云海训练之际,的确有一架编号为61271号的中国空军苏35战机,出现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俄罗斯新西伯利亚一个机场。 但并非在远海训练时掉头飞往俄罗斯,有媒体对此分析称,只是苏道35发挥俄罗斯进行航电测试。 也有文系称中国空军苏35飞往俄罗斯是进行比我系统识别升级,以及中国飞行员道俄进行相关培训,中国空军苏复35。 但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正确,如果是反常,中国苏道35飞往的方向并不是苏获一共秦城的飞机制造厂。 另外,媒体援引俄之谜的爆量称,这架中国苏道35战机,在新西伯利亚中转,然后飞往莫斯科的一家式飞院。 苏道35战斗机由俄罗斯设计制造,从2016年圣诞节至今,俄方一共交付中国14架苏道35。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,苏复35因为某种需要重返俄罗斯也属于正常现象,无需过度解读。 中国仅有14架苏道35战斗机已经进入战备值班,最后10架获于今年晚节学后交付。 苏道35被认为是中国航空部队列弓的先进程度,仅次预见而是隐身战机的四代半战斗机。 在参加了空军的一些演习之后,有消息称,苏35的智能系统能够让中国空军并非很资深的飞行员,能像王海飞行员一样熟练操控飞机。 中国空军初导演员海训练另外,苏35的机动能力一向被撑倒,加上其装配的先进雷达被认为能够在100公里以外,探测到F35隐身战斗机。 这也是被分析认为,苏-35能够对抗F35的原因。 不过,中国空军先一装备兼20隐身战机,成都飞机制造厂也在不断生产,中国空军正在快速部署5代战机作战部队。 中国现在已无需利用落后一代的战机对抗对手的先进战机,兼20的服役让中国空军与对手没有了代差的距离。 兼20隐身战机及其携带的各种格格的武器系统,能够有效地遏制对手的空中力量。 在日前,中国空军已经宣布兼20已开始了出海训练,披露的消息显示,这款新型战机不仅能够在空中给对手致命打击,还携带让人意外惊喜的反舰武器,再延。